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由石破茂盛選 這位下任日本首相的國際外交政策 可以說是備受關注 他在27號的記者會上再度提到 各界關注的亞洲版北約 石破茂曾經擔任防衛大臣 他將國防視為自己的置業 雖然亞洲版北約被其他自民黨議員 認為行不通 但石破茂認為由美國和澳洲環境 相似的國家先做就有可能會實現 不過美國也提出質疑 針對駐日美軍在法律上的 日美地位協定特權 媒體認為石破茂必須重新思考 他的外交政策 而已經五度參選的石破茂 昨天以215比194票逆轉勝 打敗高市早苗 將成為日本的下屆新首相 隨著石破茂擊敗安倍經濟學的繼承者 日元迅速回升 升值61% 來到1美元對143日元 日本自民黨經過兩輪投票 由五度參選的前幹事長石破茂 以215票逆轉勝打敗日本鐵娘子高市早苗 當選自民黨新總裁 預計出任首相 他致詞喊話 讓日本微笑生活 石破茂四度參選總裁施力終於成功 回顧政治生涯 2007年出任防衛大臣 隔年擔任農林水產大臣 2012年出任自民黨幹事長 以及地方創生大臣 他長期耕耘國防議題 被譽為安保通 與台灣關係親近 誓言不讓東北亞成為明日烏克蘭 並提出成立亞洲版北約 立場也從親中 轉為警戒中國大陸 在日本人心中 形象是溫和親民 石破茂不器形象 扮成七龍珠角色 這一套驚人裝扮 升值日本網友心中 原來他也是出了名的御宅族 還超愛吃咖哩和拉麵 曾是拉麵文化振興議員聯盟的會長 一天能吃12碗拉麵 雖然親民 但外界人認為他的魅力不大 日媒分析他的至勝關鍵 可能是小泉鏡次郎暴露了缺點 加上告示早苗太保守 還有舊岸田派的支持 才能僥倖當選總裁 不過安倍派保守派的告示早苗 黨內支持者眾多 未來恐怕會是石破茂政權隱憂 另外鷹派的石破茂當選後 日經225指數 期貨一度大跌超過2000點 日元也迅速回神 升到1美元對143日元區間 也讓網友哀嚎說 便宜日元沒了 記者網絮報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屈雲 屈雲 光東 屈雲 市長